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轮回,历经图治从底层打拼上来的人们,总是会在爬到巅峰后,开始懈怠懒,最终自己成了被推翻的对象,而被另一个好似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奋斗者击败。 当然客观规律不是铁则,如果每个朝代都严格按照剧本走向,那么就不会出现多姿多彩的历史事件了,破坏这个规律的。 与其说是当事人,不如说是不同身份地位的人,在面对相同选择时,采取的不同选项,也就是人性的偏差,拿刘邦和项羽举例的话,在面对失败时。 刘邦尽显无耻本色,屡败屡战,而项羽则相比之下心理不够强大,落得乌江自稳,同样的选择发生在司马家身上,晋国灭亡后,司马族人被全国追杀殆尽,他们是因为得罪了谁吗? 不,他们只是错误地估计了人性,虽然在三国演义中,属、吴两国和曹魏打得有来有回,在真实的历史中,其实曹操的优势一直是十分巨大的,如果不是曹操早死,三国被他统一是迟早的事,曹操死后,即位的曹丕虽然能力不足,可是对于保持优势做得还是很好的。 不过,曹氏江山却一直存在着一个隐患,这个隐患就是司马懿,从曹丕争宠到对抗蜀军,司马懿以及司马家为魏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也树立了不小的威信,司马家和曹家的权力天平正慢慢地向司马是一方倾斜,本来在司马昭的时期,曹氏天下就几乎一主,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,可见他的意图有多么明显, 不过好在司马昭也活得不久,这个篡位的重任就来到了司马炎的肩上,公元266年,司马炎篡权称帝建立晋朝,为了区别后来的东晋,史称西晋,这个时代是释迦大族的鼎盛时期,也是司马家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,其实司马这个姓氏就意味着一份殊荣,因为司马本来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和司徒,司空等姓氏一样,都属于重要部门的主官, 司马炎建国以后,就把家族中的人都封为各地王族,虽然夺了曹家的江山,但司马氏却对曹氏十分宽容,他们并没有对曹家赶尽杀绝,甚至还以礼相待,在很多重要位置仍然放心地使用曹氏子孙,有趣的是,曹家人也对被夺位这件事不大介意,至少没有出现反叛和复仇的戏马来,就这样司马氏和曹氏一直和平地相处着,但谁知威胁到皇权统治的不是被背叛的曹氏。 反而因为司马氏自己内部的矛盾和其他士族的挑唆,造成了刚建立不久的西晋,就陷入了内战不休的局面中,公元291年,距离西晋建立短短的十年之后。 司马王室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八王之乱,因为晋朝为了稳固家族的力量,所以在封地的王族们不但可以自主税收,而且也具有养兵的权力。 这些族人中在自己的实力增强后,自然野心也随之膨胀,慢慢打起了左右朝政甚至自己娶皇帝而代之的主意。 本来这样大逆不到的想法,想要实施难度很大,遇见一个差不多的君主都不会得逞。 偏偏此时的晋朝迎来了一位历史上少有的愚蠢皇帝,进会帝司马中,这位暗自排辈当上皇帝的蠢人。 给了皇后假释一个干涉朝政的机会,因为皇帝昏庸,所以各方势力都把她当成傀儡,为自己家族谋取利益。 首先是皇后假释感觉到机会来临,她劝说丈夫下旨除掉太后杨氏一族,再勾结藩王,除掉对自己干政不满的朝中大臣。 经过一番清洗,数位朝臣被杀,亲族被诛灭,各地方王中反对假释的也被杀了数位。 从此以后,假释一族一跃成为朝廷中最具力量的一支,亲戚党羽占据了各个重要官职。 皇后假释为了长久把持朝政,又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太子产生了毒念。 为了除掉这个日后的祸患,她用手段伪造了太子劝皇帝尽早让位的假奏折,司马中看完后大怒,决定废掉太子。 并把她囚禁了起来,假释的想法被赵王司马伦看破,她假意劝皇后今早除掉太子以防夜长梦多,暗地里却做好了为太子报仇,推翻皇后并夺取大权的准备。 不久后太子意外身死,司马伦伪造了假释杀掉太子的证据,假释被废后卫软禁,司马伦又假传圣旨,害死了假释,并在几年后软禁了皇帝,自己取而代之做了皇帝,司马伦虽然也是司马氏子孙。 可是他的做法明显坏了规矩,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摩河,既然靠诡计夺了司马中的皇位,自然也会有别人来夺他的位。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直到18年后的公元307年,西晋内部一直处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,参与夺位的司马家人达到了数十位之多。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西晋时期的一场大规模内乱,这场乱局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晋的国力,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,在这场动乱中西晋的皇室成员相互争斗。 导致国力空虚,军队战斗力低下,人口急剧减少,朝廷为了补充人口,采取了引进大量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政策,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人口问题,却为日后的五湖乱华埋下了伏笔,随着游牧民族人数的不断增多,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,最终导致了五湖乱华的爆发。 这一时期,中原大地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战乱之中,匈奴人趁机推翻了西晋,结束了西晋的统治,在这一背景下,司马瑞在狼牙王室的支持下逃离了北方的战乱,南渡长江,最终在建康,金南京建立了东晋,狼牙王室是东晋时期的一大旺族,他们在司马瑞难渡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他们不仅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,还帮助司马瑞稳定了江南的局势, 使得东晋得以在南方立足,司马瑞从一个王国宗室的后裔,被狼牙王室扶植成了一国之君。 这让他深感狼牙王室的恩德,因此他感慨地说出了王与司马共天下的感激之词,狼牙王室的做法无疑是君子所为,他们并没有因为扶植了司马瑞而有夺取江山的野心,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。 然而,这种做法却给司马氏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,那就是司马瑞错误地认为夺权的都是自家人,而外人都是来帮助自己的。 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快破灭了,东晋末期的刘狱在把持朝政后废掉了皇帝,建立了南朝第一个国家宋,并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司马族人。 为了避祸,大部分司马族人不得不改性偷生,这一转变无疑是对司马家族的巨大打击,司马依一生对人多加防备,他的子孙却没有学会祖先的谨慎,反而忘记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。 这不仅是司马家族的悲哀,也是历史的讽刺,在东晋时期,司马瑞和他的后代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晋朝的统治,但他们始终未能完全统一中国,东晋的领土始终局限于江南地区,在这一时期,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,成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然而,东晋的政治局势却始终不稳定,黄泉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,最终导致了东晋的灭亡,东晋的灭亡,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,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标志性事件,随着刘豫的崛起和宋朝的建立,南朝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,这一时期,中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。 正指,经济和文化都在动荡与重建中焕发出新的活力,南朝时期,江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,逐渐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 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,手工业和商业也日渐繁荣,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。 文化方面,南朝继承并发扬了东晋的文化传统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等领域均有突出的成就,尤其是诗歌和绘画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 然而,南朝的政治局势却是复杂多变的,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的斗争。 成为了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主要特点,世家大族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,往往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,有时甚至能够左右皇权。 这种权力的斗争和平衡,使得南朝的政治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动荡,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司马家族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东晋的灭亡,使得司马家族的成员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和地位。 许多人为了生存,被迫改姓,隐姓埋名的生活,以避免被流域的追杀,这些司马族人的后代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荣光。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贡献,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生活,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司马家族的后人们逐渐融入了中国的历史长河中,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 这些故事,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家族的兴衰,更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进程。 在今天,我们回顾这段历史,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,更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,以史为鉴,面向未来。 八王之乱和五湖乱华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。 他们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 然而,正是这些悲剧也促使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革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每一个家族,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,他们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。 通过了解这些历史事件,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,更好地认识自己,更好地把握未来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 它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停留。 司马家族的故事只是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一段插曲,然而,正是这一段段插曲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。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。 不仅是为了纪念那些曾经的辉煌,更是为了从历史中学习,从历史中成长,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。